訊息對人有幫助,我們要學一件事,就是留意自己 譬如說,現在發覺自己已經很有心傳呼音樂 這件事是有個開始的,我們可能經歷聖令 是否那天立刻經歷聖令,同一聲,我要傳呼音?未必 經歷聖令之後,可能聽到傳呼音 聽了之後,是否立刻衝一聲就要傳呼音? 有可能會說,哎呀,都很害怕,但怕的過程,可能我們便會處理 我為何害怕呢?聖經說叫我們傳呼音,去救人 那些人不得救,但我如何衝破這個害怕呢? 我們留意自己,我記得很多例子 例如我走在巴士上傳呼音,我真的很害怕 但我愈祈禱,就愈要迫切跟他們傳呼音 因為我愈是在祈禱的時候,就愈覺得,如果我不傳,可能沒有機會再聽到 那我就愈來愈強烈,但我心裏面有害怕 但我依然有不同的次數,我傳呼音都有害怕 但我就知道我害怕,然後我就如何衝破 我就去祈禱求神給我這個衝破 這個過程是很有幫助的,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人傳呼音,就是害怕,所以停了 第一,有些害怕,從來沒有動過 第二,就是動過有失敗,於是再害怕,於是再失敗 我們能夠說出我的害怕,又如何處理 是會幫到很多人的 很多人聽完之後,對呀,我也有害怕 我如何衝破這個害怕呢? 那你就說到裡面的掙扎 我真的,為甚麼呢? 我為甚麼因為我害怕,所以那人沉淪 我覺得是不對的 我不應該因為我懼怕而容許人沉淪 我有機會幫到別人的 而當我一踏出,一幫他,不害怕 忽然間就不害怕 一幫人的時候,就忘記了懼怕 或者出來分享,最初都害怕 哎呀,糟了,不知道說甚麼 哎呀,我又沒有甚麼口才,又沒有甚麼才幹 都不知道說甚麼 但一出來一說,咦,又衝破了 衝破了,又越來越想分享 即是將我們那個過程 我們那個掙扎的過程說出來 說出來之後,最好將它分辨出 譬如我得性五部曲,都是神給我分辨到 原來我神在我裡面感動 讓我留意到我的罪,我的軟弱 然後我深信它有破壞性是不好的 從頭不是破壞性的 從頭覺得不好 但後來越來越強,覺得破壞性 一路建立出來 然後聖經告訴我,這樣處理 然後我就祈禱,然後我就選擇了 有時也有些內心的掙扎 明明很想做的事,但總是不敢做 或者做不到,或者做得不好 這個過程當你分享出來 那你可能一次講到,你打算說 譬如說,衝破懼怕 或者衝破去找人說話 這是一個懼怕 第二,這個人可能都很懂事 我幫他,他會不會覺得我沒有了呢 那我怎樣衝破這種覺得自己沒有了 我幫他不夠資格 但我依然去幫 發覺,其實人不太介意我不夠了 他也不太計較 他看到我有熱心,他又會受影響 這些人聽起來就會有種真實感 當你有這個過程 你又可以在聖經那裡找聖經文 因為現在實際上是很容易的 你上網找聖經工具 你可以找具怕 其中一個經文我想到的是什麼 耶穌說 凡以我的名為羞恥 我在聖天符和眾天士降臨的時候 我都以這個人為羞恥 這就是一個人害怕的時候的後果 我們看到正面的例子 就是寶羅了 他不怕死 不怕什麼 我們就會 但當我們寫了很多個項目 又可能太多 又要怎樣縮減 讓他的訊息更加 你對你想說衝破懼怕 還是怎樣一步一步 我又從頭一步一步提升 你對你想什麼 你最好就是把它狹窄了 你想說什麼 這是很重要的 在信息裡 狹窄了 想說什麼 我要很容易 我還是在網上 做什麼 我不是要害怕 這件事情 我還是要不應該 我不是要去 我只是想要想要